我必須要說 其實我們對美國選舉 它真實的狀況 其實絕對不會像我們 在這麼遙遠的地方所感覺到的 我這兩年經常在美國待 它已經成為一個相當對立的社會 所以彼此間的訊息 可能都是在自己的同溫層傳播 然後彼此對於事實的看待 也高度的在對立的一個立場當中 他們同溫層也是很厚的 可以這麼說 然後我必須要去提醒 有幾個值得外界 可以參考的一些現象 就是目前川普總統 他的民調跟拜登候選人的民調 其實他們之間的差距 其實是很接近的 那並不屬於外界所認為的 說拜登的領先有這麼的大 那甚至在一些比較大規模的 這個累積型的一種民調的統計裡面 可以看到在選舉之前的 像現在還有這個三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那麼拜登呢 雖然overall來看是領先川普總統 可是他現在領先川普總統的這個差距 如果跟四年前比較起來的話 會發現四年前希拉蕊當時在同一個時間點 領先川普候選人的這個差距 可能比現在還要大 所以在四年前的情況之下 在一個民主黨領先的民調的一個情況的 這個狀況下 那麼希拉蕊最後還是輸掉這場選舉 而當時呢 川普總統他民調快速上升的時間點 其實是在最後的兩個禮拜 而現在事實上選舉都還沒有進入到最後的兩個禮拜 而拜登的overall的領先的差距呢 事實上還小於四年前 希拉蕊所領先的一個差距 現在呢 四年前川普總統他只是候選人 沒有主導美國政治的權力 四年後的今天 他現在是現任美國總統的受理 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權力 所以未來這兩三個禮拜會有什麼樣的十月驚奇 事實上我們大家都沒有辦法去做預測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其實要審慎的來看待 美國總統選舉的一個結果